复活的老人 话说在我朋友他们隔壁村有一个老人 年轻的时候是个恶人来着 不过后来人老了心还算向善 娶了一个老婆 还生了几个孩子也算是有后了 在老人家百岁之后 家人就把他安葬在山后的一座高山里 一直相安无事的 村里其他人的生活也平平淡淡的 可是在过后的三年后 朋友隔壁村就陆续出了怪事 时不时听到有家禽莫名死亡的事件 最严重的还是那些养家禽的农户 损失别提有多大了 反正就是欲哭无泪 那段时间 村里的人一到天黑的时候 就把所有的家禽全部锁好 在确认没有漏洞的时候 就去睡了 可是没有用 无论是先前的防盗措施 做得多么的足 第二天起来 家禽一样遭殃 那村子里面 不止一家农户遭殃 其他的农户 无一幸免 当时 朋友的一个舅舅 就是在那次事件里 损失了不少 后来大家想出了一个办法 守株待兔 看看是哪个王八蛋 半夜三更的 到别人农舍里 把家禽弄死的缺德事 结果遁守了好几天 都是一无所获 家禽该死的还都是死 该伤的都是伤 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后来 不知道谁说了 要去请一个算命师傅 来算一算 这村子的人 当时也没有办法 只好请一个师傅 事上一事了 请来的师傅 在当地也很有名 先锋盗鼓的 颇有仙人的气势 也不知道 这些人当时是怎么想的 只是听那个师傅 来到村子之后 就让村子里的村民准备两条鱼 然后钱的一概不收 这个师傅很有职业道德 听朋友说 当时这个师傅一到这个村的时候 就拿出一个类似龟壳的东西 然后把三枚铜壁放进去 在龟壳里头摇晃几下 再把铜壁倒出来 看了看 在看热闹的众人说 当时看到铜壁 从龟壳里面倒出来的时候 师傅的整个脸都变了 变得煞白煞白的 他立刻询问了村长 这几年 村里是不是有人死了 这村长听了 倒也觉得没什么 村里死人是正常的 毕竟有些老人年纪大了 人去世了也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 于是就跟师傅说 这几年哪家哪户死过人 而且他们都埋在什么地方 都一一的说了出来 结果 在说到某一家人 他们家自己老爷子的时候 师傅将详细地询问了当时出殡的情况 师傅大约也是心里有了底 便跟那户人家说 把他带到老爷子埋葬的地方 到了所埋葬尸体的墓碑前 师傅好像看到了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便命人在这墓碑的周围 找找有什么洞穴之类的 结果别提有多神奇了 正如师傅所说的 几个大汉在周围一圈 还真的找到了 在距离坟墓不远的地方 还真找到了一个洞穴 有个胆子大的壮汉爬进去看 那洞穴就连着那户人家老爷子的棺材 于是师傅当时说了一句话 把在场的人都吓得不清 师傅的意思说的是 这老爷子的尸体不对劲 如果他没有算错的话 那最近这些日子里 村子里所发生的家禽死亡事件 问题就出现在这老爷子的身上 听到这事的那户人家就不乐意了 一个已经几年的尸体 能有什么作为 难不成还会活过来 师傅说能 但不是活了 是尸变了 于是师傅决定开关验尸 这下子那户人家就不同意了 坚决的反对 当时这事村长听了也没同意 这事任谁听了也都不会同意的 自己的家人 好好的长眠于黄土 这样去挖坟是对仙人不敬的 但是在师傅的劝说下 那户人家最终还是同意了 毕竟这关系到整个村落的生存 于是师傅决定选一个吉时 再开关验尸 当时附近的乡里乡亲的好多人 都跑去看热闹了 我朋友也跟着他爸爸跑去凑热闹 所有人都围在那户人家 仙人的坟墓前观看 那天挖坟的时间选在正午时分 太阳很猛 但是这并没有减弱村民的好奇心理 都想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师傅站在摆设好的坛前 大汉及时已到 那几个被专门挑出来的大汉 就开始用锄头把坟包上的黄土挖开 很快就看到了一幅棺材 师傅命人把棺材放在木棍上 然后开关 结果当时这棺材盖一打开 一下子一股难闻的气味 顿时飘了出来 令人特别的反胃 当看到尸体的时候 现场更是一片惊呼 所有人都能清楚的看到 这老人家看上去和他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 皮肤连一点腐烂的痕迹都没有 那肤色看上去百里透红 就好像刚入关的模样 师傅却一刻没有放松 跟在场所有人说 从这上面一看 已经99%确定村里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户人家的老爷子所为 而且众人还看到 老人家的十根手指 已经长出了长城的指甲 一定要当即活化 否则接下去死的就不简简单单 是家禽这么简单了 听得在场所有人都胆战心惊的 谁也想不到 一个死了三年的人 竟然一点都没有腐烂 老爷子的子孙看到后也是害怕不已 自然是不会不同意把尸体烧了的 万一因为自己的不懂事 造成了不必要的伤害 那可就是罪大恶极了 于是师傅便命人搭了一个木堆 把尸体放在上面烧 可是接下来 令人称奇的一幕发生了 在熊熊的烈火中 那尸体居然烧不动 就好像被人抹了一层保护层一样 无论火有多大 就是烧不动 这下 这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烧不起的话 那就是表示 他们村子里以后 还会发生离奇的事件 后来实在没办法 师傅拿了一把沾了黑狗血的刀 在尸体的心脏部位 把心脏挖了出来 然后再放到锅里烧 奇怪的是 这下子尸体烧着了 还有那颗被挖出来的心 在火焰的烧烤下 还发出滋滋的声响 在那之后 村里再也没有听说过 有什么家禽莫名死亡的消息了